我是在网路上去搜尋他过往的作品和事迹 那他跟孟克一样 就是郭志宏老师一样都是很传奇性的新闻任务 周富美老师本来在自由时报上版 那过去呢 我们现在去环保署做新闻报道 比如说参加环境影响评估会议 在一开始环境影响评估一开始是开放各界发言 想关心这个计划案的民众去登记发言 发言三分钟 让他们心声让环平委员听到 然后讲完之后呢 在这之前还有就是开发单位的简报 讲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开发 然后之后呢就环平委员进入闭门会议 去讨论说刚刚那个这些 综合刚刚那些情况来讲 他们觉得应该不应该通过 或是要补什么事情 补什么 补什么环境影响评估的内容 再说之类的 或是说不要通过 那不管怎么样都是闭门的讨论 那以前呢记者是不能进去听的 就是环保署不让记者进去听这个闭门好了 那现在呢已经可以 就是只要你有记者证 那其实没有所谓的记者证 就是只要是单位 有单位认可你是记者 拿着单位的记者证 环保署就会让你去听闭门会议 那条件就是说 要让委员可以畅所欲言 所以在闭门会议讨论的内容 你不要去写出任何委员的名字 你要写这次环平委员提出的意见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是有很多记者持续去争取的 那周富美老师就是 在某一次的环平闭门会议 就一直去拍门 就是我忘了他要采访什么议题 就是说这个议题 他觉得他一定要听到环平委员的讨论 就一直去拍门 然后在拍门的过程中 当然就会跟那个环保署起冲 环保署就发文给自由时报 就说我不欢迎这位记者 从此以后自由时报 这位记者来采访我们都不会配合 那自由时报就 高层就有点紧张 最后就把那个 不晓得经过什么样的 那个协调 或是有什么样的谈话之后 反正周富美老师就离职了 就离开自由时报 那他前一阵子去大爱电视台工作 但是因为可能受不了太多感恩 所以最近又离职 但是他就是很追求 自己一定要 一定要 要有这个公共事务一定要报导空间的这个坚持 还有一次就是我跟他一起都参加一个李安拍完少年拍 来拍宣传的记者 那那个记者会理论上就是 理论上就是那个影视记者的场子 就是说像我这种环保环境线的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还是去 为什么我要去 因为我知道李安他拍片有用一些遵循一些绿色拍片的这个准则 就是福斯电影公司他们内部有设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在内部有设一些东西 然后他都有遵照这个 比如说不要用免洗筷子 然后拍摄现场都放饮水机 然后帮工作人员帮演员准备那个水杯 那反正我就知道这些我就想说去现场采访他 然后想要请他讲一些话 然后把他的话写成报导 想写成说他很支持什么环境意识之类的 我相信应该对环境意识的推广很有帮助 就对 但是我觉得能够采访他的机会很渺 反正我就去 那那一次他也在现场 就是周富美老师也在现场 我跟他就 我就跟他讲我想采访这些东西 那他很认同 因为他也是在大爱里面当然也会做很多环保行动 他也很关注环境的意识 但是在那个场合通常就是举行 而且通常都是那个电子媒体的天下 他们要好的画面 然后要拍摄 拍摄的那个效果 通常都是让给他们有好的画面 或是有采访机会都放给他 那大师的提问时间也没有那么多 他要赶场 就是现场开放的几个问题的时间里面呢 我一直举手 都没有人玷污 那周富美老师他就知道 知道我想要问这个 他就帮助我 他就拿着他的手机 然后他的手机的这个 那个叫做壳子啊 是彩色的很亮的 就是一直在他面前站跳起来 然后一直挥一手 然后好像手机还不够亮 又拿他的皮包出来 更亮 一直挥一直挥 然后等到那个主持人 但是主持人还是没有点 那个主持人知道他就是不是 他就不是以具现的 那 反正 然后时间到了 李安该去下一个好 下一趟了 主持人就说 没有时间了 然后谢谢大家要走 李安就看到他一直跳就这样 李安亲自点名说 让他来问 然后周富美老师就有机会 问问题 他就问我想问的问题 就说 这个 他的牌片 为什么要用这些环保的种子 他就讲了一些话 他还希望说不要用品妆水啊 不要用面型牌 这样让我们有素材可以 那篇点阅率果然就蛮高的 就是相较于其他一些严肃的议题 所以就是 他是一个很 很 非常有干性 就是说 他的热情就是要用在他一定要取得 那个采访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可以从他身上去学到 那这是他在 他在十月的 十月的 十月的 哪一场 哪一场 反正各位每一场都来 就会遇到他 十月十五 这个 同事有写在 点搜上 不是 不是 十五 十月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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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资深技巧的采访经验分享 那 采访经验分享以外 我们要搭配 十做 十做练习 十做练习 十做练习是过去比较少 但是我这个学习 加了两堂 就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开始了 九月十七号 然后再来是十月二十二号 这两堂我会请大家分组 然后就在这边写报道 写完十月二十九 十月二十二号 赶到 提早到十月十九号 我写错了 应该是你本来定十月八号 不上市那一课 对 这一课写错了 对 写错了 那我写错了 那我写错了 这个是很感情的 十月八号 那这样子的时间应该是 十月八号到十月十二号 好 好 那等一下先回来讲 那个使作的课程 就是下个礼拜呢 大家就是在这边分三组 六到七个人一组 下个礼拜 ABC 就是说 最简单的写作方式 就是 传统的新闻告 要有人事实地物怎么写 然后后面 后面怎么把 人事实地物的 那个 比较细节的内涵 在后面的段落写出来 秀一些例子 之后呢 就是请大家在这边就直接写作 那没有题材怎么写 就是我要找几位同学 演出记者会 然后 就根据那个记者会来 来写 那这个 我们 我们等一下 可以稍稍讨论一下 看看有没有同学想要参与 那我们就是 参与当记者会的同学呢 就是用自己 模拟 不用特别模拟 就是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就讲什么 然后大家就根据这个记者会的现场 来写一个 这个记者会的即时报道 那分组 分组大家可能 第一次写会有些 会有些 阻碍 那 就是像属灵啊 还有像上礼拜 来跟大家宣布课程的文字 都有 我们有经验 他可以 然后再加上网 然后好奇爸爸 他是录灵 那看大家想要用什么方式 那我会写 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文字 文字 如何构成 那下礼拜就是要分组 每组就是要完成一篇 六百字到八百字左右的即时报道 描写这个模拟的记者 那在 十月二十二号这一周呢 就是要根据我们去实习 去现场参访的内容 采访的结果 以及 你在网路上或在什么别的地方 找到的一些背景之下 根据那些写一个非其时的报道 就是写关于我们在看的那个地方 那所以十月二十号之前呢 我们会去看 这个我还没有定案 就是 十月八号的课程改到十月十二号 是当周的礼拜二 改到礼拜六早上 礼拜六早上 我们去土城 班牙库参访 这个时间是定的 但是十一月五号 这个户外课程改到 十一月五号礼拜二 改到十一月九号 礼拜六 去户外 这个时间我还没有 这个地点我还没有定下来 就是还没有跟 参访地点讲好 可能会去屋来看一个 种香菇 的爷爷 那或者是 对啊 对啊 这个是优先 这个是优先 但是我还没有约好 尽量是 你现在约 我刚刚一直在约 就没有 就是今天没有找到人 那你是要约郑州老师 还是直接跟他约 对啊 约郑州啊 郑州大学 对啊 然后 如果他不行的话 就是去看梯田 去共聊 都会有找到一些实力 成熟了 哦 因为在一个月嘛 对啊 在一个月就 就好 好 尽量是以污染为主 因为这本来就是在课程里面 啊有些去看梯田 对啊 不是已经成熟了 我们上市去吗 可以可以 我们上市去的那个 不是 我们有去弄 那个霍雅花枣了吗 这个实力 我忘了 没有吧 那是俊雅大的那一块啊 啊 是 有啊 不是弄的 没有 没有 那是他们不弄的 本来也有弄成实力化 不弄的 现在不是又弄成实力 现在 没有听说 再问郑州 好了 先这样 就是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在10月22号之前 会有个 图成弹务部的参访 那这个弹务部就是他们 里面面临的问题 以及他们 对抗这些问题 这些挑战 他们采取做法 那会有现场的 那个 就是 做抗争的总干事 来帮上 讲 他们做抗争的历史 以及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他们到现在还在面对 征收的危机 那就是 那我们刚刚讲10月22号 这一个 礼拜二 就是要把图成的故事 在这一篇分组写出来 每一组一样写一篇 那这就是 所以 这一学期的课程 就是三个部分 应该是资深记者的分享 然后再来是 实际练习写作 要用传统的 如果说 对于 对于把事情交代清楚 然后又要 引人注意 写作方式 不是很 不是很顺 或是不是很 很有把握 如果 我们可以不要想太多 就是 用最传统的 新闻写作方式 用最客观的新闻写作方式 以后我们再去变形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无论如何 就是要 用这个机会去写出来 好 那 再来 谢谢